跑出来只有三个 那我换一个清单 我先把这个清单置换一下 然后再把它跑一下 理论上应该里面的东西就又会 这边里面第九日上课就有七段影片 那七段影片的话 就分别帮我把这些把它列出来 可是问题现在是列在我们的python的console里面 那当然我会希望说 可以把这个东西把它改列在哪里呢 改列在网页 并且这个网页要输出到画面 所以有点像是把刚刚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做完的这个网页 不过这个网页是固定的 也就按右键 检视原始码看一下 里面的话 这些都是我预先把它做出来的 用贴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 我不要用贴的 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让它动态跑出来 所以刚刚那个阶段做完之后 那下一个阶段的话 我就需要什么 再把这一个 这个画面里面的程式 全部都把它做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概会拆成几个地方 第一个的话 其实会变动的 大概你会发现 这上面东西跟下面的东西 下面到这里 基本上是都固定的 有没有 这个跟这个 其实会动的就是这一串 也就是这一串是跑回圈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可以怎么样 把上面那个当成一个字串 下面也当一个字串 把中间跑完之后 再跟上下接在一起的话 那就完成了 OK 应该懂我的意思 所以接下来当然我可以 再把什么 把这个option 其实就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东西 然后后面加这个 所以可以先跑这个 再串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一段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是输出一个清单 这来的话输出什么 清单3 就是会加上option value 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我要把这个 我第9次上课里面的东西 第9次上课东西 把它里面有7个影片 7个标题加7个ID 分别列在哪里 列在我这边 这个地方其实就改一下 其实执行给各位看 理论上这样就可以看到option value 然后他就逐一的帮我把 这些东西输出 然后这个标题输出到这里 后面加一个结束option OK 这个要怎么做 基本上也不困难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原理原则 首先的话 我们倒车一下 基本上我们刚刚做的这个 我改一下给各位看 基本上也不多 反正就是那几个地方注意一下 改哪些地方 原来是长这样 那要怎么样把它改到那边 改成那样子 基本上第一个的话 我们大概会有几个地方要做的 首先第一个我要先知道 在这边网页里面的option 有没有 这个前面 OK 这个是我要的头 这个是 我的中间串一个这个 然后后面再多一个 他的那个什么test 然后最后再加这个 另外可能要注意的就是说 他有一些符号部分 他这个需要拖曳资源 有没有 像这个要加两 就是加一个斜线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要稍微加一下 那我这边我们大概看一下 基本上我改的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我是把那个 这边加一个 我刚刚这边s 我把s改掉 这边把它改的n好了 反正这个名称自己再改一下 第一个的话 因为我最后要把它串完之后再丢 所以实际上我是串完之后 再把结果丢出去 所以我这边加一个s的变数 那我底下的话就是for n 我把原来是s 我把它改n in list e 就是把它抓下来这些东西 那做什么呢 串接 所以s加等于串接 所以开头的话一定是option value 然后有一个分这个地方双领号 记得这边记得要再把它加一个 这个反斜线双领号 要多一个 这样它才有办法输出一个双领号在这边 那我就把什么 把它的id放到这里面来 所以id也放进来 然后呢 这边又有一个结束符号 这个结束符号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 就这个 所以这边再加一个反斜线 那再把这个 这个东西串在这里 这个再加一个option 那个结束option 所以这边的话加一个 然后因为这边需要换行 所以我这边加一个反斜线n在这里 ok 然后把我们的标题放在这边 最后把它print的结果的话 看一下会不会是我们要的 把这个结果print出来 print ok 那你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话呢 就最后符合我们的需求 如果说你假设print的时候 发现好像有些地方不一样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再做一些调整就ok了 理论上应该这样没问题吧 那再来的话还剩什么呢 再来的话就是把上面这一串 跟下面这一串 把它串进去就可以 其实很简单嘛 上面这一串 像我的习惯就复制 我刚刚讲过 把它先贴到哪里呢 贴到那个 我们的记事本里面 因为主要比较麻烦那一串 所以把它什么 Ctrl H 然后一个这个取代一下 或者干脆这样 这个全部都复制 待会选那个我们要的部分 一起这样可能会比较省一点时间 编辑取代一下 然后全部取代 然后把我们要的这一串 把它复制过去 不过可能会还有一个另外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这边换行 到网页上换行 它会 那个地方 没有办法 所以会接在一起 就没关系 我们先把这边 干脆这样 全部都接在一起 这样子待会 天会比较省一点时间 这样 所以 这边全部串一起 也就是这一串 所以等于这一串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也是把它全部接一起 这样会比较省一点力气 然后编 然后body 那就这一串 所以基本上 这个就不要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是头跟尾 所以这个就把它怎么样 复制放到我们开头的地方 所以开头的地方 这边 干脆S预设词就等于这个 开头 然后结尾的部分的话 当它最后 跑完之后的话 我在S加上 加等于 再把后面这一串 放到它的尾巴 基本上我们的动态的 这个页面就基本上完成 当然 如果你不喜欢用这样串 那么多HTML的东西 你也可以加一个Template 用样板方式也可以 样板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丢相关参数OK 不过我们先做第一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 执行看好不好OK 如果OK的话 那再来就是 思考怎么样把这个东西 再放到Jungle里面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已经完成了 那里面重点提示一下 所以基本上 就刚刚第一个串中间 option 然后头跟尾串剩下来的东西 那那个做好的这个网页 你们其实可以参考 我好像有放在上面 所以上面这边你们可以自己来找一下 上面这边就有个网页了 网页在这里 其实就是这个 你也可以拿这个来参考 有没有 刚刚头部分就是这一串 尾巴就这一串 OK 干脆把它mark起来好了 这样你们会比较 比较清楚 OK 这个满花利息的 而且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只要一个地方错 是做不出结果来的 但还没结束 所以基本上我们其实只是怎么样 把这个页面的动态效果做出来 放在python里面 还没有放到jungle 所以待会才是最精彩的 怎么样把python东西搬到jungle里面去 那要放哪里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来画面先画面 所以有些城市绝对都不可能 一下子就马上做完 尤其是你可能要分好几个阶段 其实难就难在这里 但是有趣的地方也在这里 不过我的习惯是这样 反正我就稳扎稳打 我只要知道我的方向没错的话 我要做出那个结果 应该就不会距离太遥远 但是最怕就是你想要一步登天 一下子想要跳到jungle 抱歉 你连概念都不清楚 你要把那个东西做出来 当然会有难度 我刚刚做完的结果 我一样有把它贴到jungle的云端 的三支一那部分 所以各位要参考的话 可以到三支一里面 下方动态的部分找找看 我有把它拆成一二三 那我刚刚的部分是放在第三个部分 就是放回圈这里 那请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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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